大部分人皆被我们的过去所困扰 不时的,我们最尴尬的片段 或者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会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会对曾经说过 愚妄的说话 或者作过伤害别人的事 而感到后悔 约室的哥哥曾经对约室 做了可怕的事情 这些可怖的过去 不停的困扰着他们 如果你曾经伤害过别人 而他一直困扰着你的话 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 为到自己的恶行作出补救 并且祈祷你可以无愧于心 让我们思考约室哥哥的故事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心里的仇苦 却不肯停 所以这场苦难 临到我们身上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神 你能帮我 弥补我过去的错误吗 请你实践输学的真理 祈求你有决心 为到你过去的错误作出修正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没有信仰的人分享 你怎样为自己的错误作出补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